今年的諾貝爾獎吹十萬獎 也有在到和平獎的伊隆 伊隆的入款道書穆哈馬迪 又讓伊隆政府關在家裡面 所以是他十七歲的上生 來幫他領獎 穆哈馬迪勸著伊隆政府 欠一塊獨立的司法制度 又利用司法的心者機制 來頂押伊伊人士 從諾貝爾委員會主席的手臺 接過李鳳梨三名諾貝爾貨品獎 今年中央是伊隆入款道書穆哈馬迪 楊貝爾現在也讓伊隆統教 全員在家裡面 所以是他十七歲上生的嬰兒代表他領獎 同時發表中央感言 穆哈馬迪勸著伊隆政府 沒有立的司法制度 頂押建立心者機制 因爲他會議價 而歐羅國際委託到香港會發聲 今年諾貝爾中班中電力 吹奪在水電的斯德哥爾摩起政家鼓勵 包括水電翁秀仙王政黨 之前我未來賓參加 因爲後面將就挪威議會 諾貝爾委員會 在奧斯路市政天辦法中行 今年51歲穆哈馬迪 是當地就位記者 因爲參加反對威動 共濟葫蘆 白頭軍 跟反對西行的委員運動 一直讓東教軍仔處理加熱 爺昂才說 穆哈馬迪班中這天開始作息 就出來聲音 巴哈伊總教教教授牌 嚴股伊隆經過在初進行 白天接納貝爾委員會 反正的將後穆哈馬迪 受騙境加徵的意涵 伊隆的外交部 歡迎林曹貝下明說 諾貝爾委員會 經年加復病症 辦好幾天 一切違反反對 加犯罪行為 比破形定罪人 恭喜新聞 訂閱林本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